Blackwell is in full production Foxcon is building new Blackwell production and testing facilities in the US, Mexico and Taiwan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美国SC24开幕演讲 带来Blackwell量产的好消息 能这么快速导入市场 甚至应用在AI伺服器 台湾科技厂功不可没 电源供应大厂光宝科 迁入AI的领域 推出整合式的AI伺服器解决方案 结合了包含电源、机柜还有散热 并成功取得回答的认证 广宝有别于其他大厂 连系统跟软体都是自行开发 提供客户一站式解决方案 靠着累积40年的电源产业经验 不但能稳定电压 电源转换率也有技术优势 以往一般伺服器电源转换率 约为96% 广宝在AI伺服器能提升到97.5% 降低配电时的能耗 有效节省电力成本 其实当时他们还在想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草图做出来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整个 MVL72、MVL36的 这个真实的一个落实的实体 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给他提案是蛮接近的 四年前的草图获得回答团队青睐 如今光宝高效能电源系统 能支援GB200MVL72 而19寸的机柜更是突破外界对部件的想象 符合回答MGX平台 是回答目前唯一认证的厂商 近期已经开始出货 随着AI动能增强 也看好旗下三大AI相关产品 明年能占整体营收达10% 根据电眼机构预估 在2025年AI Server的粘商机 将突破兆元的台币 台湾厂商加紧布局 其中包含鸿海、河硕、光宝科等大厂 特别来到美国的SC24 展现软硬体肌肉 让世界再次看见台湾 以上是3D新闻 周一瑞、方玉祥 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采访报导